气不够 就是你一直在帮助的一个人 能烦衍你依靠 穷困潦倒的单亲父亲 家境殷实的爱心富婆 梦想暴富的年轻杀手 三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因一次意外的交汇 卷入一场荒诞不惊的闹剧 我对不起那个故事 被害人我觉得他对不起我 富婆网上固人行凶 杀手与被害人一起合谋 骗取富婆的佣金 眼看事成 杀手却大骂被害人不是人 没有最离谱只有更离谱 比影视剧还要狗血荒唐的闹剧 真实上演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莫看见面平如镜 要看谁底外长身 欢迎来到解密日记 我是超人 2023年的4月29日 一个叫做张小青的26岁男子 来到了四川南充的一个警局报案 称自己被人盯上了 有人要顾凶害他 他跟警员详细讲了自己 最近一段时间无比荒唐的遭遇 张小青说 自己是在四川南充一家烧烤店 做烤串工 这不马上要到5月份了吗 天气逐渐热了起来 烧烤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张小青是每天下午5点左右上班 一直到凌晨的3点多下班 就在最近他在工作之余就发现 总有一个小年轻 骑个电动车在远处偷偷的看自己 前前后后来了有十多次 也不进店里吃饭 就在远处打量 张小青开始时也没太在意 就是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 直到4月27日凌晨3点多 他跟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刚刚走出烧烤店 拐进了一条小巷子 那个观察他多次的陌生年轻男子 出现在他背后 拍了他一下 上来就说 自己是一个杀手 有人出钱想让我弄你 想不想了解一下 张小青一看对方也就是20岁出头 自己就是一个饭店打工呢 平时也和别人没什么恩怨 还能有人来找自己寻仇 感觉就是半夜遇到精神病了 转头就要走 杀手呢也没激动 轻飘飘的就爆出了张小青的 姓名 住室 电话 与孩子的视频 这一下张小青真的紧张了 对方说的都是真的呀 自己的信息 怎么这人都知道 可雇兄的人是谁呢 张小青觉得自己也没得罪什么人 赶紧询问对方 是谁要收拾自己 杀手呢 自称叫李彦 很直白的就说了 他也不知道是谁买的胸 虽然接了这个活 不过他也不准备动手了 就是希望张小青 配合自己演艺出戏 假装被伤害了 这样他就可以跟雇主交差 拿佣金了 杀手也说了 自己现在很需要钱 如果张小青不配合的话 那就不客气了 只要张小青愿意合作 事成之后 李彦愿意从雇主给的佣金中 拿出2万元当好书费 给到张小青 虽然整起事件透露出一股荒诞 可对于张小青来说 如今自己的选择 似乎只有配合对方这一条 也许能从各种细节中 找到背后的雇主 就这样 两个人约好了 第二天下班之后 再找个地方详细商量一下 其中的细节 到了第二天 两个人又聚到了一起 经过一番商议 有了一个一致的方案 找个地方 买点番茄酱之类的道具 涂在脸上 伪造张小青被伤害的现场 拍点照片 李彦把照片给雇主发过去 事情就算是了结了 说干就干 两个人把东西买好 找了个小巷子 张小青躺在地上 抹上番茄酱 充当血迹 照片拍好了 发给了雇主 没有破绽 雇主很满意 杀手李彦做事 还是挺小心的 为了尽快拿到佣金 免得雇主生意 他给张小青 转了500块钱 提醒对方 最近几天就别上班了 张小青为了这场闹剧 更加逼人一点 把自己诈伤的消息 透露给了很多朋友 扩散了出去 果然 李彦收到了雇主的消息 张小青受伤的事 雇主已经知道了 李彦也与雇主约定好 在成都交付行凶的尾款 在离开南中之前 李彦还把自己买的作案工具 包括电动车 电棍 一并留给了张小青 李彦就这么走了 张小青是越想越不对劲 这一次自己虽然是躲过了一劫 可如果雇主知道张小青没有受伤 还伙同李彦做局 再找其他人过来行凶 怎么办 自己的安全根本没法保证 思来想去 张小青还是决定 我得报警 就这样 他来到了警局 跟警员讲清了来龙去脉 本来这个事件就挺离谱的 可当警员抓到李彦 挖出幕后的雇主后 才发现案情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 张小青与李彦在报案之前 曾多次通过手机软件沟通 警员顺藤摸瓜 在报案的当天 就掌握了李彦的身份信息 并很快确认李彦现在 就住在成都的一家宾馆内 他们火速赶往那里 也对李彦实施了控制 此事李彦已经买好了 去往云南昆明的机票 当天晚上就要离开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员 李彦很快就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李彦22岁云南人 刚刚大学毕业 因为上学期间没好好学习 毕业之后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 就躺平了 天天多数时间就是在网吧上网 慢慢的还沾染上了网络赌博的恶习 收入来源不多 交了个女朋友还经常网赌 没多久李彦就负债累累 欠了朋友不少的钱 当时我收过钱嘛 然后我就欠 因为赌 输了就知道借借借 就当时欠的钱挺多的 我当时的情况也是 我在台里安吧 也是滑销会稍微多一些 依次偶然的机会 李彦无意中看到了这样一条信息 有人雇人行凶 想赚快钱的李彦觉得这个机会实在是太好了 马上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对方提出行凶的对象 正是张晓青 只要事情办好 雇主这边愿意拿出十万块作为报酬 之后雇主就给李彦发了大量张晓青的个人信息 前期还支付了一定的费用供李彦使用 之后李彦便坐飞机 从云南来到了四川的南充 取走了雇主网购的电棍等作案工具 因为双方一直在网络上联系的 转账也是用了他人的账户 李彦并不知道雇主的真实身份 按照雇主提供的信息 李彦找到了张晓青公司的烧烤店 开始暗中观察对方 李彦很需要钱 对于干这一票是志在必得 可经过几天对张晓青的观察 他的心态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李彦发现张晓青每天的生活都很规律 除了在家就是上班 而且还是个单亲爸爸带着一个女儿 李彦觉得对方也是个可怜人 有了侧眼之心 我就想着他一个人又要带个小孩 然后这些各种压力就挺大的 我就因为这么一点压力 我都自己然后还想来做这种犯法的事 他试着与雇主联系 想要知道两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仇怨 可雇主始终不肯透露 不知不觉间 李彦打消了伤害张晓青的念头 可是自己债台高筑实在是不想放弃这么一大笔钱 于是就萌生了与张晓青做局一起骗取雇主的佣金 他觉得本来这种事就是见不得光的 就算事后雇主发现了也没有什么办法 可让李彦没想到的是 还没等雇主发现 配合演出的张晓青就先一步报警了 警方查看了李彦与雇主之间的聊天记录 其中有一条银行取款的视频 因为光线的原因隐约可现雇主的身影 警方把这段视频拿给了张晓青辨认 张晓青一下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与此同时突击审问的办案人员得知 雇主与李彦已经商量好了 还有5万的尾款没有结清 在李彦离开程度前 雇主会亲自到这家宾馆把约定好 没有付的钱当面一次结清 这家好办了 办案人员直接蹲手下来 等待雇主的出现即可 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一名年轻女性 带着5万块来到了李彦的房间 至此这个一直躲在幕后的顾凶者 终于现身了 他叫陈玲 在四川省自贡市居住 对于顾凶伤害张晓青的原因 他气不过也很委屈 很不甘心 陈玲啊给警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事情得从案发的一年多之前开始讲起 在当时张晓青的女朋友意外怀孕了 两个人还没有结婚就把孩子生了下来 是个女孩儿 孩子刚刚出生 情侣两个人就因为闹矛盾分手了 女朋友直接走了 刚刚出生的孩子也就顺势留给了张晓青抚养 孩子太小 当时的张晓青也没有工作 根本照顾不了孩子 也没钱养孩子 实在没办法 他就把孩子的视频发到了网络上 求助好心人 刚生了小孩的陈玲 无意中就刷到了张晓青孩子的视频 陈玲家庭条件非常不错 又是刚刚当了妈妈 见不得孩子受苦 也非常同情张晓青的遭遇 当时就借给张晓青三千块钱 还直接表示 这个钱呢 你就不用还了 给孩子买点奶粉 吃点好的 他们见面当时他问我说 他要办出院手续 他让我借三千 我说行 我说那三千我借你 你还不还 我说我都没跟你见面 我说这钱可能你也还不了 我说就当给妹妹买那个奶粉的钱 我说你都不用还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看孩子可怜 陈玲一直关注着 张晓青妇女的生活 经常是给自己孩子买东西的时候 都会记瓜着张晓青的女儿 也会多买一份邮寄给对方 实在是放心不下 他甚至亲自上门找到了张晓青 看望孩子 到了地方一看 张晓青居住的环境十分的恶劣 就是极其简陋的清水房 家徒四壁 连口热水都喝不上 实在是太差了 这么小的女孩跟在没有工作的单亲父亲身边可怎么办 陈玲实在是可怜孩子就提出自己可以帮助张晓青抚养这个女孩 张晓青对于这一提议非常的感动 于是他同意把孩子带到陈玲 位于自贡的家 跟着陈玲一起生活 不久之后呢 张晓青为了能离孩子近一点 也来到了自贡工作生活 陈玲还热心的帮张晓青开了酒店 花钱给对方租房子 也提到孩子先帮忙照顾着 等张晓青一切稳定之后再说 故事到这里呢 还是很感人的 陈玲一个家境优渥菩萨心肠的妈妈 见不得那么小的孩子受苦是既出钱又出力 可事情在几个月之后就发生了变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照顾 陈玲对张晓青的孩子产生了感情 也考虑到张晓青没有稳定的工作 孩子跟着张晓青未来的生活根本没有保障 于是陈玲产生了收养孩子的想法 就跟张晓青提出 能不能把孩子的户口落到自己名下 以后都由自己来抚养 同时可以补偿给张晓青一些钱 但张晓青也有自己的底线 虽然我条件不好 养孩子挺难的 可从未动过把女儿交给别人的想法 直截了当的就拒绝了陈玲 两个人也因此大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闹僵之后呢 张晓青到了陈玲家 连句谢谢都没说 就把孩子给接走了 陈玲对孩子有感情 怕孩子吃苦 张晓青有自己的底线 可以穷 但把女儿送人这种事 做不来也能理解 本来各奔东西再无往来 故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可在这之后呢 陈玲在网上刷到了张晓青 发布的关于孩子的视频 评论里有的网友就询问起 怎么孩子不在陈玲那边了 张晓青回复说 陈玲啊 就是5000块钱请来的阿姨 现在不用了 这可把陈玲给气坏了 我出钱出力 掏心掏肺 没落下好 倒成了别人嘴里的保姆阿姨 陈玲是气死了 给张晓青打去电话 好 既然我是阿姨 那张晓青 你把这几个月 照顾孩子帮你开酒店租房子 借给你的钱都还我吧 张晓青呢 养女儿都费劲 更别说还钱了 为了躲着陈玲 他就带着女儿离开了 自贡来到南充打工 陈玲是越想越气 实在是憋屈的受不了了 就在网络上发布信息 花钱请人教训一下张晓青 李叶随后就通过网络 联系上陈玲 最初陈玲的本意就是 我花个一两万 教训一下就可以了 可李叶提出 一两万太少了 没什么意思 他让陈玲多花一些钱 把对方搞残疾 那你都决定要弄他了 你还管什么残疾不太 我还诱导了一下故事 我的问题 在李叶的劝售下 陈玲被说动了 最后以十万元的价格成交 并两次给李叶转去两万 作为仙气的费用 把人伤的重点是李叶建议的 踩了点决定不干了 做戏骗陈玲也是李叶的主意 最后当李叶发现 张晓青眼睛受伤的图片后 陈玲不停的追问李叶 当时教训张晓青的过程 但令陈玲没想到的是 他找的这个杀手 与张晓青合伙 给他演了一束戏 关于满胸伤人的故事真相大白了 对于陈玲的行为 张晓青觉得 陈玲不只是单纯的报复自己 他还有另外的目的 如果自己真的残疾了 就没有能力抚养孩子 会把孩子给他 孩子怎么说的 没有妈妈了 更不可能让他没有爸爸 张晓青说 自己现在生活已经回到了正轨 虽然工作辛苦一点 可挣的还可以 他把孩子送到了亲戚家寄养 每月支付3500元的生活费 最终李叶因为涉嫌诈骗 陈玲涉嫌故意伤害 被提起了公诉 案件到这里 彻底的告一段落了 总结起来 张晓青 李叶 陈玲都有私欲 但无疑是真恶人 张晓青是个男人 做不出把女儿送人的事 也在努力打工 可他白嫖着陈玲的善良 事后还嘴臭对方 李叶呢 怂恿搞残对方的是他 看着对方可怜 又不忍下手的也是他 好心好意 给张晓青留钱留东西 以为两全其美 最终被张晓青被刺入狱 成了诈骗 发现小丑竟是他自己 陈玲母爱泛滥 帮忙照顾孩子出钱出力 最后被人说成是保姆阿姨 咽不下这口气 花钱找人教训 全程保密工作做的是极好 没有被发现身份 又极具契约精神 当受害照片看得觉得满意后 主动献身结账 最终也为自己的荒唐行径 付出了代价 反正还是原谅不了这个事情 挺害怕的 挺憋屈的 后面是因为我跟妹妹相处的时间久了 是因为我对孩子有感情 我这边我对不起那个故事 然后那个被害人 我觉得他对不起我 正常来说 如果影视剧里出现这种剧情 都得被人质疑 不合逻辑 被观众骂狗血 可现实就是这么魔幻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超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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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